这时我见过最牛逼的街舞 孕妇把肚子当成了底盘 在地上垮垮的旋转 随着欢呼声的高涨 孕妇彻底的沦陷 决定来个毕生的大招 这一幕黑衣男不乐意了 打算用自己华丽的舞姿征服群众 驴打滚360度疯狂旋转 队友在旁边加快速度 一转一个不值时 黑衣男此时帅到模糊 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身体犹如螺旋桨 三着分出溜以下 没了人影 帽子男狗爬上场 起身母猪当腿 疯狂嘲讽 务必要给队友拿下封口 只见他有脑袋着地 双手当成鞭子 在地上转了起来 双方实力悬俗 水平不分你我 但是为了争夺这场比赛冠军 两方直接打了起来 谈半见状 很快阻止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认识到舞台不是全无现场后 双方各自拿出了这点摊家本领 结果并没有正前两分钟 一个男人看对面跳舞挺辛苦 绝个大丁就过来 喂他们和冰红茶 只给喝的不给吃的 反而对面的人不乐意了 他蹦蹦达达 结果一个回头掏 自己找吃的去了 这一下江大厂内所有人 对面也看干嘛下风 于是俊龙在一起给自己加油打气 每一会儿一个男人头顶大地 顺着地板就滑了出来 没想到对面使唤 给地上吃了一堆又润滑油 男人的头一转方向 朝着门外滑了过去 杀不住车 根本杀不住车 最多从单条上面掉了下去 由此壮观的街舞表演 让白衣队直接得了冠军 黑方老板气急败坏 面临他们下一场比赛必须赢 否则全部死去 说掉比赛的黑衣队 开始每日每夜的练习跳舞 水晶吊坠的来不及处理 老天看他如此努力 直接赋予了他神奇的目力 很快到了第二场比赛 比起以往 这次他们正常许多 但好久不长 对手直接懵逼了 感受到了极大吃辱 美女说什么也要找回面子 于是找了一根钢管 直接他一口咬住钢管 要是牛顿看到了这一幕 菠菜棺材盖都给掀了 接着一个华丽下滑 完美结束 一瞬间 气氛直接拉满 但黑衣队冒失并不虚他们 因为他们有目的而来 白衣队气傻了 这明明是自己的招式 竟然被对面给偷学了 没有办法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男人直接带着半吞肉走上台 丝毫不影响他做任何动作 一个立于打听 我的天呀 杨辉露都搁不住他的体重 接着三连往炸 那么一堆肉直接飞了过来 静止的长向黑衣队长 全都冲上来给白衣队庆祝 不出意外 第二场比赛依旧是他们获胜 并获得了五元美金大奖 影片至此结束 不知道里面有哪些街舞动作 震撼到你们了 我们这段是 那里面 我们要谈一个